军队的一部分 他们决定要兵变的时候 他们用军事力量 来去针对中共的 这个国家的力量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显然是会发生暴力冲突 而这个时候又算是什么呢 是不是暴力革命呢 这个肯定是不能够避免的 所以说所谓的暴力革命 与非暴力革命这个题 我一直都认为它是一个本命题 因为在今天的中共专制暴政之下 人民普通人根本就没有 任何的暴力手段条件和器具 连家里边的日常的这种生活用品 都已经是被记录了 中共的那个大数据当中 我只是说 今天在中共暴政如此残暴的 这种无节制的使用暴力的时候 人民应该特别有反暴的这种意识 我强调的是一面 谢谢 别人还有问题吗 别人还有问题吗 有一次我和那个玛丽我们一块儿 是那个林旧林老博先生 我还穿一身红衣服 然后大家一块儿去到那个 三方干 不是去那个虫衣兔那儿 结果就变成突然得到刘老博去世的消息 等于说我们变成一藏女了 其实那么多倡导这个和平李新闻 在中国就讲一句 我就真讲一句 我跟他们教授 一直都认识了二十多年 小龚这个人 但是后来就通过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生活 他就明白了 没有用 你的当然小博是在那个监狱里面 在监狱里面 去世 所以你可以说 他学习